大家好,欢迎收看主线星看气象,气象看主线星 打不死的是渣囊,我们称为小强 想不到在气象学上面也是有哦 印度洋有两个低压,这里是什么低压呢? 就是94V跟94S 94V跟94S,我们北京被停编了,气象单位已经移气了 但是依然存在,自立自强 现在这个94V即将登陆印度 但是它的中间气象值是1009V,是个标准型的导冬状态 但是,这个94V就比较特别了 在印尼附近,刚从印尼的圣诞岛西边一直绕到他东边 现在已经绕到赤水附近,他在赤水的东南方向 中间气象值依然是在1009V左右 有个小时四处公园 出人意料的是,他可以停编之后又复活起来 现在老洲这边还是属于澳洲气象值范围 如果它发展成低压,就是一个澳洲气象值 不过,气率不高 昨天,太平洋的关岛东南方向也产生一个99W 但是,这个99W一下子又没有了 因为太平洋高压非常的旺盛 所以它没有办法生存 不过,在太平洋高下面,还是有几个低压在行程当中 这几个低压有可能形成台风朝着菲律宾而来 不过,这是比较以后的事情 我在台中,现在是21度 天气为什么会这么这样,凉凉又下雨呢? 因为东北风增强 还有,从华南过来的云以带 开始漂泊台湾海峡,还到台湾附近 所以,天气变得不是很好 但是,明天过后,雨量会稍微增加一点点 但是,最主要的是,1126的时候 我们中午十二点来选举的话 就不会有这些状况 因为天气放起来了 所以,这个天空还是很照顾我们台湾的 到底呢,这个25号台湾帕卡 会不会再下个月来呢? 请记住,天心、天心、天心、地心、地心、地心 请记住,天心、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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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